煎中药只能用砂锅吗? 吃中药能加糖吗? 这八点一定要了解。 在一个普通的冬日早晨, 张大妈像往常一样开始煎中药, 她总是坚持用传统的砂锅, 虽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。 一次, 她的孙子好奇地问她, 奶奶, 为什么不用现代的电煎药糊快又方便? 张大妈笑着回答, 传统的方法往往有它的道理, 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比, 让我们开始思考煎药容器的选择到底有多重要。 煎药容器的选择与其重要性,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。 砂锅因为其良好的保温性和独特的透气性, 被认为是煎煮中药的最佳容器。 与之相比, 不锈钢锅虽然传热快, 但可能影响药液的成分, 而电煎药活得温控精确, 使用便利。 选择合适的容器不仅关系到药效, 更是一种对传统医学的尊重。 煎药过程的关键步骤, 精确控制, 药效显著。 煎药过程包括浸泡, 初煎, 副煎等步骤。 首先, 浸泡可以让药材充分吸水, 依于有效成分的溶出, 初煎通常用大火快速沸腾, 然后用纹火慢煎。 以保证药效的提取, 副煎则是对残渣再次提取, 确保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被充分利用。 煎药时的常见误区, 避免煎煮错误, 保证药效。 常见的煎药误区包括过度沸腾和煎煮时间过长。 过度沸腾可能导致药材中的挥发性成分损失, 而煎煮时间过长则可能导致药液浓缩过度, 影响药效。 正确的做法是控制好火候和时间。 遵循医嘱或药方指示, 糖与中药的关系甜蜜添加是否妥当。 加糖对中药药效的影响一直是个争议话题, 在某些情况下如治疗咳嗽时, 适量的蜂蜜或冰糖可以增加药效, 改善口感。 但是在某些药物中, 加糖可能会干扰药效, 特别是在含有苦味成分的药材中。 因此在加糖前最好咨询专业医师的意见, 要到病除前的关键一步, 如何储存煎好的中药? 煎煮好的中药应妥善保存, 以保持其效力。 最佳的储存方法是将药液放入干净, 密封的容器中, 并存放在冰箱冷藏层。 需要注意的是中药液避免长时间存放, 一般不宜超过48小时。 此外, 避免与强烈异味食物同存, 以免药液吸附异味。 每次服用前, 应轻轻摇匀药液, 以确保药效均匀分布。 时间就是药效, 中药的最佳服用时间。 中药的服用时间与其性质密切相关。 补益类药物建议在饭后服用, 以减少胃肠道刺激, 增强吸收效果。 清热, 卸下类药物一再饭前服用, 有利于其发挥作用。 此外, 一些特定药物如安神药一再睡前服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 个别药物可能需在特定时间服用, 如晨起或临睡前, 因此服药前最好咨询医师。 双刃剑中药与西药并用的注意事项, 在中西医并用时, 需特别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。 某些中药成分可能影响西药的吸收或代谢, 如某些截表药可能加速或延缓西药的代谢。 建议在服用中西药物时, 至少间隔一到二小时。 在服用抗凝穴药物, 降糖药等西药时, 更需谨慎。 服药前, 最好与医师沟通, 避免药物交互作用引发的风险。 老有所医, 老年人服用中药的特别提示。 老年人在服用中药时应更加小心。 由于老年人的肝肾功能通常不如年轻人, 药物的代谢和排泄可能减慢。 因此需调整剂量或服用频率, 特别是一些具有较强效力的药物。 如补一类药材, 可能需要减量。 老年人在开始服用新的中药时, 应先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。 如有任何不适, 应立即停药并咨询医师。 同时, 应避免长期单方面服用某一类中药, 以防药物累积导致不良反应。